香港以前好像人生,我以前觉得人生是,人生是好像只是来玩,来体验,现在的想法就不同,现在就是因果,你种什么因,你会有什么果,还有现在会顾及多些。 黄欣盈首谈出轨许志安,当初黄欣盈出轨许志安可谓是被闹得人尽皆知,在被发现出轨后黄欣盈和许志安口碑双双大崩,不过时隔多年后黄欣盈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结婚了,马国明也马上要和未婚妻大婚,没想到在婚后黄欣盈竟然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自己出轨一事。 在采访中他胜利据下的承认自己的错误,表示当时的自己是自私的,那件事给他留下了很大的教训,以前在游戏人生,但是现在他知道种什么因,留什么果,知道了因果教训,在谈论自己出轨之事时,老公在一旁默默的支持,满脸的心疼,还为黄欣盈擦眼泪,只能说黄欣盈真的是命好。